之前有一个韩国人一个人包了这一整栋房子 小博地赵 大家好 我是在亲外的小F 今天我带你们看三套房子 这三套房子主人呢也在这栋房子里面 所以我也先请他来介绍一下 小雨 小雨这套房子是在什么地区呀 你先给我们说一下 在想刚拍Unity十分钟以内 我觉得这个房子就特别适合 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呀 特别是好的闺蜜的妈妈们住在一起 对不对 可以一起玩 然后一起做饭 然后以前呢它是一个美美的民宿 现在呢因为疫情 所以就只有整体出租给到大家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带你们看一下 这三套美美的房子 而且还带着游泳池哦 好的 好吧 好嘞 那我们先从这栋房子开始看齐哦 来 跟我进来 哇 这是一个大厅呦 这个沙发石墓家具都好扎实呦 楼下好像没有房间呐这都 我们直接往楼上看哦 楼上呢三个房间 我右手边两个房间 左手边一个房间 我们照样还是从小房间开始看齐 这个房间是带卫生间的 小小的 然后这个床都是两米的 可以看得见倒铁的风景 窗外风景还是很美的 哇 这也是带卫生间的 这卫生间挺大 这边还有一个拐角的阳台 还有个榻榻米 这个风景是不是很好 这可以望着楼下的游泳池 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应该也不害怕 可以在上面妈妈们互相聊天 小朋友在下面玩游泳池水 是不是很开心 我觉得这边有个可以坐下 哇 这个榻榻米在呢 然后它还有大的阳台 看这个阳台 是不是很美 这个风景超级美 还可以看到山 很安静哦 看第三个房间 这也是带一个大大的洗手间哦 主卧室应该是大房间 哇 这很大 很舒服 哇 风很大耶 很舒服 下面还可以做BBQ 它这个食物家 最好都是挺赞的 都是食物的 看这个 整个一个树枝 所以这楼上的话 三个房间 每一层都带个洗手间哦 这栋房子呀 还带着一个卧室 就是在楼下 跟这个楼上的房间 是完全不相关联的 但是这个房间 是直接可以月入泳池 也有冰箱哟 还有这个榻榻米哟 嗯 还有带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床也是二米的大床 这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哦 现在跟我去看第二栋房子 门口有一颗三角梅 好美哦 来 跟我进来看一下第二栋房子吧 哎呀 卖带呢 这进来呢也是一个客厅 可以作为饭桌 这边呀直接可以上二楼 我们去看房间哦 二楼一上来好赞哦 我喜欢这个二楼的客厅 哎 这个翘着腿 坐一下 是不是很赞 然后还有个大阳台 我们来看房间吧 我右手边是一个房间 左手边两个房间 我们还是从小房间开始看起 楼下就可以看到游泳池 我喜欢这个小房间 一片绿意 然后这边 这边 这个我觉得是主卧室吧 好大哦 这个很长的一个房间 哦 原来是带着一个小露台的 哇 这个还是挺带的 也是带着一个卫生间 当然我就是在对面这个房间那个榻榻米上跟大家讲话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们你跟你的闺蜜住在一起的话可以面对面呼叫一下 嘿 哇 我觉得这第三个房间就是大的主卧室 你们看这个床 这个木头很美不 这个榻榻米也是哦 放几个垫子 在这边 冥想一下 打坐一下 看看外边 下面都是一片三角梅 这个适合是带娃的 小朋友自己独立睡个床 妈妈 睡一个床 哇 这个房间超级大哟 所以我们刚刚看了这两栋房子 楼上呢都分别是三个房间 每个房间呢也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这套房子刚刚主人也告诉我呀 有一个韩国人包了这一整栋房子 一个人住这个一栋房子 太奢侈了 所以你们不要说单身狗不可以住别墅太大 就是有人享受这种单身也要住大别墅的生活 我们来看这最后第三栋房子 就是在我身后的 这栋房子呢是这三栋房子 这个里边是最小的一栋 那我们来看看它和刚刚我说的那两套 有什么不一样吧 哇 这两栋房子 还有这样的一个餐厅区域 靠近游泳池 所以做完饭直接可以在这个凉亭 大凉亭里面吃饭 很凉快哦 因为在泰国的话 大部分人的时间都是在湖外 而不是待在室内 因为周围有绿树缓抱 喝喝茶喝喝咖啡特别享受 走 这每一栋房子的楼下呀 都有一个独立的房间 它有两张单人床 我们也进来看一下吧 哎呀 我特别喜欢这个家具 你们觉得这个家具好不好看 这个灯 这是很好看的 这是个卫生间 这是一个小花园 哎 我给你们看这个 这个窗帘没有窗帘哦 是这样子的 这个门有意思不 这直接可以隔音 隔风打开 就感觉很舒服 哇 这个窗帘赞哦 石木窗帘 现在跟我来看 这最后一个房子 里面长什么样子吧 我们进来呢 也是一个石木的大大的 Tatami 然后这个墙是艳丽的粉红色 感觉好活泼哦 好 我们直接上楼去看 哇 我喜欢这二楼的这个感觉 就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客厅 很舒服 你可以在这边读书呀 学习呀 这个二楼的空间 很私密哦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四周围都是绿色的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楼上呢 也是三个房间 其中有两个房间 是共用一个卫生间 然后一个主卧室呢 是有一个卫生间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 哎呀 这个房间虽然小是小 没什么家具 但是有一个这样的Tatami 还是很爽的 可以看到游泳池的景 这个小床间 嗯 很温馨 哇 我喜欢它的家具 这个家具都非常扎实 嗯 它这都是一片绿色 很安静 一 二 也有两面窗哦 那我们现在去主卧室看看 哇 很大呀 哇 这栋房子就是当时 一个韩国人 每天睡不同的房间 包下了整栋 那这个房子以前呢 是做民宿的 所以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没有厨房 但是呢 如果你们是一起租的话 这三栋房子整租的话 它有一个大厨房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厨房 走 我看你老喜欢做菜 哇 这么多碟朵花 就是拿去做柠檬 谢谢 对对对 你可以做的吗 哎呀 我会做的 但是我要怎么拿呢 最后一个小袋子 最后一个小袋子 什么 好嘞 谢谢 谢谢 哇 太好了 这就是什么什么都有呀 自己泡泡柠檬水 这就是泰式生活 这就是炖菜 炖菜哦 好 现在给我去看一下厨房咯 这个就是蝶豆花树 看到没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蝶豆花 馋在这个上边 你们来泰国都是喜欢喝这种蝶豆花水 对不对 补充这个抗养物 不用这外面去买 直接自己花园里面 摘了泡一杯柠檬水 特赞的 好嘞 哎 你这个碗呢 你得给我个塑料袋呢 可以了 可以了 好多了 好不好看 主人花园里的蝶豆花 这个呢就是他们够用的厨房 在外边呢可以洗刷 做饭做菜我们都喜欢户外 为什么 不需要抽油烟鸡 你可以省一大笔的油烟鸡费 所以呢 洗洗刷刷都可以在户外 里边呢也有这个煤气灶啊 然后也有大大的巨大的冰箱 所以足以塞进你们所有的这个要准备的食物啊 公用厨房隔壁呢就是我给你们看的大餐厅 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就旁边就是靠着游泳池 而这个风吹过来呀特别舒服 因为是穿堂风嘛 好舒服 关键你们看到这个 这个木头有多厚 这棵大树我觉得应该是百年还是千年大树不 看小F的手 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 哎不对啊 这是棵大树结成的木墩子 但是可以看到这棵树很大呗 然后小F坐在旁边你看 好大的这棵树 所以在泰国实木的就是特别好 而这套房子呢一共整租三大栋 带游泳池哦 现在疫情价值要六万五千泰铢一个月 超级便宜吧 人民币一万多块钱 然后你就拥有1700平米的整个三栋大别墅 带着孩子的妈妈们 双亲们也可以联合住在一起 互相照顾一起做饭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了 好啊谢谢你喜欢小F的看房 那我们的视频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录音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